好,又來到我的頭珠界面,繼續和大家說回2024年1月10日星期三跑馬D賽馬的賽事 這次我們這個系列叫做出賠率後必買一次選,看看出賠率後有哪隻買直播,就和大家來買 而至於這次我們買到的場合,就是這場第八場,這場第八場是我們三班草莉必蘭1200米的賽事 金草馬,有12隻馬來跑,而這場就熱到兩匹馬,分別是三號的勇敢巨星和九號的添海森 一隻就位置大熱,另一隻就獨贏大熱,兩隻馬都熱燒熱滿,早點頂頭打熱馬 到底它們值不值得來買呢,我們先和大家來看一隻三號的勇敢巨星 這隻是位置大熱的馬 這匹馬,你看它的賽職,其實在今季也算不錯 因為它今季跑了三場,三場做出來的成績就是兩個第二,一個第三 即是跑三場,都是三場可以進入格的 都是一些比較準誠的馬,而且最近它也是跑那些菊草千二三班賽事 排列檔都做到第二、第三 曾經也是說贏過那些菊草千二三班 接下來它跑分相同路程班和場地 又是啦,菊草三班千二 所以你也不要說這些馬沒有威脅 這次它是成為一隻大熱的位置馬匹 我覺得是挺合理的 因為這隻馬,今季還沒脫過頭三 所以成為位置大熱的馬很合理 那就合理吧 所以這隻馬是合理的 我覺得它的賠率沒什麼問題 另外去到九號的天安心 這隻馬,它的賠率又合不合理呢? 做大熱 說真的,這隻馬呢 也有一些挺厲害的馬 今季又是啦 三邊一個是四的 跑跑馬地草千二四班 一或三班都贏得到 是吧? 上場,升了上三班 還要贏過幾馬位回來的 贏得很誇張這隻馬 你看它上場 哇,這些什麼鬼的成績啊? 贏得掉了 是吧? 天安心,一衝到上來 將後面那些手 完完全全是說說過 過幾馬位回來 晚上姿態都誇張的 都是菊草千二三班 雙同同情班 全是場地 你都不要說這些馬沒有威脅了 說真的 是吧? 很明顯都是一些實力馬 所以我覺得這些馬都可以贏 三號的勇敢巨星 和天安心 都是可以贏 有競爭力的馬來的 所以如果大家想買下去的話 我絕對不反對 這些馬有機會 說接下來贏馬 跑近 沒有問題 我覺得真的 你買下去 其實 都是有可能的 就是說你有機會贏得到的 不過 大家仔細一點 看看今場馬 其他的對手 你說其他的對手 是不是很差呢? 老實說不是 因為你來到這些三班賽事 其實對手不弱的 其實對手不弱的 而上場 Team開心 又贏不了所有對手 是不是? 說真的 他上場 只是贏那些什麼 月進之己 平常心 這些馬 如果你看回的話 是吧? Team開心 上場只不過是贏 月進之己 平常心 這些馬 上場 是吧? 看吧 月進之己 平常心 是吧? 贏這些馬 平常心 就是來1號 月進之己 就是來7號 不過他只贏這些馬 其餘那些 未贏過 未跑過 到底 夠不夠他們做呢? 其實我覺得是另一個效量 對吧? 還有再加上 會不會平常心 跟月進之己 接下來都砌得低他呢? 其實又有可能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這隻月進之己 你覺得他很差嗎? 雖然今次都有點懶懶的 11倍3-6倍 但原來這些馬 原來不差的 所以其實這些懶馬也有機 我告訴你 上場都要密道朗 來騎的 說真的 密道朗 騎的馬不方是弱的 你看看他上場怎麼跑 月進之己上場 排著一個八檔的密道朗 劇 這裡就是他 紫森 紅色戰爪 黏了 其實上場 這隻馬是留後來跑的 留後在被動位置來跑 沿途一路跑 沿途一路走 去到轉彎入直路 這隻月進之己都踏出去 你看到他踏出去 去到第七疊八疊的位置 來對網空再衝 金牌馬這樣跑 持發力 要網空一能才再衝 就是問題了 金牌馬其實 都不是很快捕捉的賽事 金牌馬根本就是慢捕捉 慢捕捉 慢捕捉時間 慢捕捉會怎樣 根本不來追 但是這隻月進之己 最後仍然能夠殺到上來 跑近 跑到第四 雖然輸了 但是他是衝近的 吃著慢捕捉能夠衝近 跑到第四 所以我覺得這隻月進之己 根本弱勁有限 根本弱勁有限 所以接下來你說 他再出再來 跟天魔心跑 有沒有機會可以爭 我覺得這些馬 都有得爭 這些馬 都有得爭 所以他有這麼冷的賠率 其實我覺得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來的 說真的這些馬其實 不能夠忽略 我覺得 所以這場馬根本上 不止 你那些什麼勇敢巨星跑 不止你那些什麼添開心跑 真的不止這些馬跑 根本很多馬有得跑 因為你看回 最近那些勇敢巨星 最近那些第二第三 輸給哪些馬 你真的看回他輸給哪些馬 他那些第二第三 最近 看回這個第二第三 他輸給 俠虎鴻心 俠虎鴻心是一隻什麼的馬 然後再出四號迷矩 報問來對騎 其實曾經贏過他的 贏過你的勇敢巨星 這隻贏過他 所以你說 這隻勇敢巨星 你幹嘛熱門 為什麼你讀贏會熱過 別人這隻俠虎鴻心 那個讀人 人家贏過的 俠虎鴻心 贏過的 即是接下來 都會有機會再砌他 所以俠虎鴻心 你這些俠虎鴻 就是抵博 11倍 你有機會的 你會贏的 這隻馬 最近不是沒有狀態的 所以根本上 這場馬的陪伴就亂了 這隻馬 會贏的 三邊的 不是金貴 留料 不是的 所以 其實這場馬 有很多馬的搶 你說你那些 刺熱 我都數了給大家看 這些刺熱 就有得搶 對不對 倍率很好 還有那些更懶的 其實也有得搶 有些馬金牆 有機會 爆大懶 所以我這場 想搏一搏 真的 嘩 懶得很交關 那在說哪隻呢 有6.2倍 20倍 讀贏 即是這隻2號 巴薩諾亞 我覺得這批 巴薩諾亞 真的不要笑 他 雖然賠率很難 是吧 6.2倍 20倍 讀贏 但是其實這些馬 是一些挺不錯的馬來的 我們先來看看巴薩諾亞的賽者 巴薩諾亞這批馬 其實跟你說很滑滑的 今季好像看起來沒什麼成績 跑第四、第三、第九、第九 一場都沒贏過 可能大家都以為這些馬是廢 垃圾 垃圾 就是雙位數 買來做什麼 可能很多人都會這樣說 但是你仔細一點 看看巴薩諾亞最近怎麼跑 其實巴薩諾亞這批馬 上將星仔騎排著陸檔 這裏就是他 紅黑鑑跳衫 黑帽 紅色戰爪之外 大家看看是怎麼跑 這隻馬 這隻巴薩諾亞 這隻巴薩諾亞 這段時間 跑得比較吃虧的 因為你看到前面 是整支馬來對方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隻馬想走 這隻馬 這隻巴薩諾亞 又在跟別人走馬一份 所以他就吃虧了一點 吃虧了一點 你一開始搶這麼快 這麼多馬走 你又想走 一定是吃虧的 所以他被人頂頂了 二、三碟 騎士才流後 流到六、七位 慢慢才流後 二、三碟 六、七位 來跑 沿途基本上 一直都這樣跑 去到轉彎 入直路 你看看發生什麼事 其實今場馬 說真的 你又不是說 這麼好衝的 因為你看到前面那些馬 都打掉了多少 今場你要再發力 再去到衝 都比較困難 因為人家真的打掉了很多 是吧 所以其實你看到 回來的大部分 都是擺前走的馬 今場馬 而這隻巴薩諾亞 都這麼被動 就很吃虧了 還要看這隻巴薩諾亞騎士 那個手勢 它怎麼騎 其實今場馬騎得 有少少奇怪 你看到去到這個位置 其實騎士的手勢 我們留意一下 騎士的手勢 是有少少奇怪 跟平時不同的 其實是有少少不同的 就是因為當時騎士 是捉一捉這隻馬 是吧 捉一捉這隻馬 你看 是吧 很奇怪的 那條薑諾亞很奇怪 是吧 看清楚 捉一捉這隻馬 當時騎士 捉一捉這隻馬 這樣來騎 最終才隨便打你幾邊回來 踩起了屁股 根本就沒有騎過那麼快 最後那幾個 捉一捉 這樣 奇奇怪怪的 根本上是上次這些第九 所以我覺得這些第九 根本就不能夠做得準 之後去到10月29日 班德禮騎的這些第九 又是 其實都很久以前了 看回當時發生什麼事 巴薩諾亞就是這裡的這隻 紅黑鑑條衫 紅色戰主主座 再看實 今場馬 他又留後來跑的 班德禮很熟這隻馬 所以都故意留後 去到第七、八位來跑 基本上都沒有什麼問題 是純粹少少走著二、三碟 之後去到轉彎入直路 你看實 這隻馬看直鏡 這隻巴薩諾亞 本來班德禮想在這裡 跟他看空再衝 你看到嗎 擺正堂體 想著發力 誰知道就是怎樣 那些馬 湧過來 本來這裡大大的空位 不過這隻馬 左搖右擺 還沒有擺正 不能夠發力 但當他擺正 又想發力 那就搞笑了 這隻馬 切過去 這隻馬 切過去 擋鬼住了巴薩諾亞的跑線 搞到這隻巴薩諾亞 其實不能夠看空再衝 所以騎士 最後都騎到 雞手鴨腳 左搖右擺 這樣 都不能夠真的幫他看空 最終才隨便打幾邊 回來就算了 所以這隻馬 其實是很持法力的 你記得到 就算是法力 最後那幾步 都只推回來 純粹 只推 所以我認為 這隻巴薩諾亞 之前那兩場 根本不能夠做得準 好像是沒有騎過 那樣的 所以完全是可以撇除 撇除這兩場 你看看班德禮騎他的時候 那些發揮 其實這隻馬 季初的時候 跑谷草千二 一千三班 跑第四 第三 其實不差 他平著80分 都能夠有這麼好的表現 現在76 其實這隻馬 有威脅 76 現在的評分 我告訴你 好處 因為你真的看他過往 他其實曾經跑過谷草一千三班 平著77分 用班德禮來贏馬 班德禮屬這隻馬 還贏過馬 還要贏馬拍檔 77分贏 現在去到76分 根本贏馬水平 所以不排除 這些懶馬 接下來會出擊 就做利 這次他跑到谷草 三班千二米 他對著這些對手 對於他來說 根本不是強的 巴薩諾亞這些 高評分 高磅位馬 你看到他二號馬匹 所以他對著這群馬 他會覺得同場對手是差一點的 不是真的那麼及他的級數 巴薩諾亞這些馬 其實根本就是一些 再高評分一點點的馬 是純粹現在真的被人減了分 減了76分 賺鬼了分 比贏馬賺1分 比今季跑第三分 賺4分 賺平分的馬 所以這些馬 我覺得不可以忽略 你又可以披檔Window 這些馬 你6.2倍的位置 比你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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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些馬 怎會拼不過 你排十分當 你就留後跑 劣當換賠率 更好 他不是說沒有威脅 他不是說沒有競爭力的馬 我告訴你 你這隻馬 一直留後跑 你就1分7、8、9位 總之 班德納是實質騎的 我告訴你 他屬這隻馬屬到偶 其中都不知多少次 所以這些馬 怎能夠忽略呢 說真的 你兩場 最近兩場 不能夠阻止 你看回他 之前賽前試襲 這隻馬 其實12月12日 試過襲 巴薩諾 根本都跑第一 是吧 側前來走 根本都輕鬆 彈掉人家 彈掉了整班馬 根本上這隻馬 很狀態的 所以 最近第9 你真的不要這麼認真 接下來 再出這些馬 爆懶的 這次你看看他怎樣 這隻馬 這隻馬 先猜滑 這隻巴薩諾 居然是故意打王牌 故意打王牌 故意打王牌 保住他的正選出賽 是要跑這一場 無緣無故這樣做 很明顯這隻馬 是有些料到的 所以這場馬 我很想選擇回他的 想搏回這些懶馬 在這些場合 沒有什麼馬 真的一起跑過 大家都 有分實力的時候 這些馬就爆出 形勢又遷就 說真的 流後的馬又不多 中後型的馬又不太多 形勢是比較平均的 我們看看速勢圖 基本上速勢圖 都說了給你看 平均的這場馬 真的 沒有什麼 哪匹馬 很多擺前走 沒有什麼中置型 沒有什麼後想馬 根本是平均 平均到偶 所以這隻巴薩諾 就是好處 根本是排列當多 所以影響到他的什麼 說真的 換賠率就好過 是吧 貼住條欄 想去衝一段 打一段 好像之前贏馬 這些馬有機會 所以我們會選到馬匹 選這隻二號 巴薩諾 來博攔試一試 好了 講完今場馬 我們會買到哪匹馬之後 就來講我們的投注策略 這次我們會買的開詞 就是讀贏及位置的採詞 用1WIN3P的方式 來買這支這麼好的馬 就可以了 這次就這樣買 如果大家同位同路的話 都不妨試試這支馬 在接下來的這個賽馬 希望大家有錢錢的 我祝大家贏了 這條片就來到這裡 今天大家記得訂閱 按鈴鐺 還有like comment 還有share我們的影片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按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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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鈴鐺